媽子慈悲 大家好 歡迎大家進入媽子網路大學堂 大家來學習武士命理的一些知識 武士命理就是可以改變命運的一些記事 在道教來講有所謂的三一向命譜 今天各位要分享三道也就是先道 其中就是透過宗教超自然的力量 不可思議的力量來改變我們的命運 今天各位來分享三一 善母命譜的三如何來增加我們的能量 來改變我們的身體的健康的例子 做一個分享 我們現在在推廣送念天上聖母經 那為什麼我們送念天上聖母經 奉詞天上聖母經的經文教義 可以改變我們的命運呢 我們在醫學報導常說 很多的病跟心理有關係 也是我們的心 我們的心念的運作 我們的起心動念 我們的思考 我們的情緒 會來影響我們的身體 然後我們的大腦裡面的運作 情緒是大腦的運作 對不對 我們的煩惱 優力 難過 內疚 這種所謂的負面能量的一種思維 那種想法 就是負面能量 它會影響我們的身體 累積久了 就會變成一種疾病 所以 心大腦的運作 會你的思維 你的煩惱 你的情緒 脾氣 會影響你 人內部的內昏迷 會影響我們的免疫系統 自然自然累積久了 當然疾病就來了 所以 常常接觸到 很多宮廟有在辦事 那常常有碰到那個癌症的 那神明就會講 那安靜寨子來了 所以發病 都是先天的業力 那後天的習慣 也會養成一種疾病 那大部分 依寫在講 這跟心有關係 所以我們知道以後 我們改變心念 就會改變我們的身體的狀況 所以這個人 只要他讓你改變習慣 他這些慢性疾病 一些難住的一種病 他住住軟軟就會好 所以你的情緒 會影響你的整個免疫系統 你的神經系統 你的所謂的免疫系統 神經系統都看不到的 它自然會去影響 那當然亂掉的時候 都看不到的 所以我們大腦所存在的一些記憶 比較夠氣的一些重要的記憶 我們永遠還記得 一種挫折 一種內疚 罪惡感 那種負面的記憶 我們會永遠的放在心裡 那時間久了 我們以為已經忘了 其實在某種因緣 接觸到某種人 某種事 某種物 我們會被激發出來 還是會存在的 影響到我們的思系 我們的念頭 我們的心念 那個病馬上會復活 還有現在我們碰到的事情 也會引起我們的起心動念 還有我們對未來一些擔心 掛念 在意 也會影響我們的念頭 所以過去是 現在是 未來是 這精乾精的 都不要有 都把它空掉 就是在講這些啊 所以讓我們的心能靈靜下來 我們就可以成火 所以定靜安立得 定 心定下來 把心靜下來 把心安下來 定靜安 過立 不要去煩惱立 過立 那就會得到了 那你要立 你要思考什麼呢 把你的注意力轉移 你就會得到這些東西 所以生病其實可以用我們的念頭 我們的心的轉換來治療它 那我們的媽祖的宗教告訴我們 要你們看到我們 其實是我們天上的媽媽 所以我們只要 念媽祖 拜媽祖 求媽祖 我們就會得安樂啊 相信這個火會保佑我們 而我們來念天上聖母親這個火 來相信 姑娘講的話 弘揚這個媽祖 弘揚媽祖火的長輩 老師 前輩 弘揚這個火跟火的真 我們相信了 都是歸一三寶 而我們真的來簽誦天上聖母經 而我們相信這一部經 了解這一部經 那行這部經就是後行 你就會證實 我們可以得安樂啊 我們有十六個福報啊 我們可以長壽啊 我們旁邊的人也可以求長壽啊 通通都會好 也會健康保安寧啊 對不對 我們都很好 你相信了 那你真的去讀 那天上聖母經就講了 講到你簽誦天上聖母經 有什麼的福報啊 你要相信啊 所以我舉一個例 有位同修呢 被那個醫生判了 說你喔 山高都很高 血糖太高 標榮太高了 又吃藥又降不下來 你開始要打這個胰島式的 他好像被判的死刑很緊張 來跟顧問商量怎麼辦 顧問就告訴他 開始 那天上聖母經 那天上聖母經 只要把你的心平靜下來 定靜安下來 你的心能靈靜 然後去做一些你喜歡做的事快快樂樂的 然後又感覺到你可以去幫助很多人 你心裡的喜悅又來 那時候相信媽子慈悲 慈悲這幫助很多人 又相信媽子的精神感恩 又懂得感恩 對一切都感恩 都謝謝 萬事自長 感謝報恩 這種信念你都有 這種念頭你都有 你就會覺得過得快快樂樂的 你的心就能定下來安下來 在誦經當中安下來 你照著經典教你去奉行 去做你就會驗證了 你可以得安樂 你求媽祖求什麼就會得什麼 你做得盡心難你 媽祖就在你旁邊 如影隨行 在旁邊你起下什麼驗望 祂就會如你驗 那我們看看經文怎麼講的 經文裡面就講了 事故事人 世界的人 在世的人 能朝夕焚香千塵奉送此經 就你早晚就練經 對不對 我既隨喜音聲 就隨著這個聲音 在你部位極彈當中 事大威神之地 媽祖就有那種不可思議的力量 經文講得非常的清詞 就會清淨生心 你的心就是乾淨了 清淨了 對不對 你的自然 你的心轉煉了 自然你的毛病 你的病就會轉好 所以不是醫生可以醫好你的病 是你恩義轉換習慣 恩義改變 你心轉換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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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上的改變習慣啊 對不對 天亮你就起床啊 天亮的時候你就到外面去 然後開始運動啊 還有運動你要做什麼呢 你要吃了一下 軟身啊 跑步走路啦 要走30分鐘啊 那滾呢 常常分享 你要走3分鐘快 3分鐘慢 也就是小跑步3分鐘 然後又慢慢走走3分鐘 小跑步3分鐘 慢慢走3分鐘 然後邊跑邊走就練佛號啊 你要歸一佛歸一佛歸一針 你就練佛號啊 我們的心就專制念佛啊 所有的念頭都把它過滴掉 專制念佛 心做為什麼 定盡安立德 走路啊 3分鐘出來 3分鐘慢 這樣走啊 走36分鐘 六次嘛 就練佛 然後咧 這時打我們的道工廠 歐馬鈴巴咪號 然後開始練裡面的陸夜運行 練丹 那這時候運行下去 你心中會專制啊 所以你走路跑步 36分鐘 練這一個十二分鐘 練咒 練佛 對不對 然後運動完 打個太極拳啊 或是太極劍啊 讓他大概一個小時以上的運動 然後咧 完了以後 就做進攻 做進攻 進攻咧 就站在那邊 或坐著 然後想像咧 媽祖的神光照耀護你的身啊 這經文後面講的 神光照耀護魯身啊 媽祖的神光照耀護我的身 想像自己的身體都發亮 都很健康 那靜靜的坐著 然後默念咧 媽祖神光照耀護我身 就靜坐啊 然後完了以後咧 就開始練經 就練一次經 早上起來就做運動啊 一個小時啊 對不對 那後來練個經 大概二十分鐘啊 我們的運動量夠了 對不對 心裡也靜了 那我們咧 持坐 念佛號 念經都做了 那晚上咧 睡覺前 我們也練一下經啊 做一個回向啊 對不對 那祝福自己 我的身體健康 對不對 那經濟自由 善靈管節 心靈安詳 然後呢 超緩入聖啊 祈求啊 祈求媽祖 那做個功課啊 很自然的心就會靈靜下來 你很相信媽祖三寶 活 祂的活 祂的身 祂老師教的 你很相信 很相信這部經裡面講的 你念經 媽祖都會如你首焰 如你首焰 恕之以虎 最後這一段文 你朝夕千誦天上聖母經 你可清靜生心啊 你心可靈靜下來 你念頭不會亂 沒有一個混亂的念頭 妄念 你身體呢 就不會有障礙 你的情細 那些負面的情細呢 讓它不會出現 因為你很專注的 念經的習慣 念佛號的習慣 你不會有妄想 你的身性 媽祖信 然後M 化驗自己的身體能健健康康 看人家活到幾歲 然後呢 祈求媽祖讓你有學問 有品德 然後可以幫助別人 能夠幫助別人 貢獻給能力給這個國家 對不對 給大眾啊 做一個善連啊 究竟的損起以利連啊 做一個媽祖的孩子聖連 很知識然然 你的身體開始恢復啊 在《長青經經》的《講經》當中 你全身放鬆了 你心靜下來 氣至邁停都停下來了 全身停下來 空了無了 內觀其心 心舞其心 我們的心不動啦 心念不動啦 沒有這個心念了 都清靜了 外觀其心 心舞其心 我沒有這個身體啊 從外面看 我們沒有身體 身體不見啊 眼觀其物 物舞其物 這個世界不見啊 你都是空啊 全部放空了 那就氣至邁停 那一段時間以後 易氧會復始 你身體的一個能量就會來了 精氣神就會全部會回來 就像很累 睡著了 精神補值了 睡飽了 我們自然就會醒過來 又重生了 所以你的身體都變得很好啊 因為你很寧靜 定靜安利 所以得到你首要的 你心裡想 我身體很健康 就真的會恢復健康 所以很多的病來自於跟心裡有關 只要你的心能寧靜下來 不要那些負面的擔心 害怕 內疚 住責 恐懼 悲傷 那些負面的情緒 不要有 那你要把它轉換掉 代替喜夜 華喜充滿 馬祖講的 沉默 微笑 就帶著微笑 而在我們來講 萬事智長 不怕戀者的事情 只要我們默默的 懂得靜 懂得空 把心清靜了 身體清靜了 心裡清靜了 我們就會找回健康 那這個同學呢 經過顧問的這樣的建議 他也例行了 然後後來半年後跟我分享 他三高整個都降下來 不需要去打什麼胰島式 醫生也 天然高興 對不對 本來是非打不可 因為一直降不下來 現在都非常的正康 所以念經 持坐 然後把心定下來 念佛 然後相信三寶 奉行這個經典 真的有那種超出展的力量 其實這個力量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有的 像釋迦牟女友誠道的時候講的第一句話 每個人都有如來本性 可是因為執著 昏北 妄想 就無名了 所以我們就生腦病死 在六道輪迴當中 環腦脹這一大堆來 只要我們的心清靜的 身體就會清靜 就會恢復健康 自然很多的病 就會不要而已 那當然每個人的因緣不同 要真正定 敬 安 立 德 首先就要知止 你要停止 煩惱 停止那些負面的情緒 負面的想法 你才能真正的定下來 很多人都沒有辦法定 來拜媽祖 都還要去求別的東西 心都不能定 不相信媽祖 你沒有定下來 到處再找 你要先相信 再來驗 再花個驗 跟媽祖花個驗 然後去行 去做 你自然就會得到了 心 瞭解了 你瞭解這部經 原理是什麼 心理的治療的能力很強的 因為你心裡一動 身體就會開始反應了 你的交感神經 你的免疫系統 你的免疫系統 都會被影響 然後我們身體不好 也會影響我們的免疫系統 師系大腦的運作 所以這是有科學的 相信 相信 了解了 然後去做 你就可以證實了 謙宋天上聖母經可以身體變得很健康 改變你的命運 以上是今天顧問的分享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媽子慈悲